刚刚谈到这个黄芳燕所处理的这个现金跟裸赚 是不是特征组都已经查扣了 那黄芳燕呢如果是确定已经不回来了 特征组很快就会把它列为被告 但是拖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也让特征组在这段时间之内呢 让大家质疑特征组的这个办案 到底是办真的还是办假的 为什么对黄芳燕这么好 即便黄芳燕有可能回来 但是为了要让他回来 迟迟不列他被告不通气他 是最好的方法吗 我不太能够接受什么 想不想回家的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在外面跑路的人这么多 难道只有黄芳燕一个人想回家吗 朱安雄就不想家 真正人就不想家 黄芳燕就不想家 都一样 第一家庭的案 这个嫌疑师 我跟你讲 在我眼中 被告都是一样 我认为黄芳燕应该是被告 两亿的钻石到底查扣了没 到底是吴锦茂讲了 还是吴淑贞的承报状讲了 还是如同今天日报写说 黄芳燕自己供出来的 还是另外有其他管道 你今天特征组 只要一天不把黄芳燕列被告 一天不通气黄芳燕 就难度悠悠之口 快了啦 礼物 他神请责送 各个回则 我们下期见